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今天我们将围绕这个公司来展开一个话题 这一次呢出了一个新闻 让很多保守派的人都搞不清楚了 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新闻到底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芭比娃娃这个公司啊 为了创造呢跟消费者有更多的认同感 他们就最新开发而且并且上市的 这个娃娃就是什么呢 就是唐氏正的娃娃 那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The world's first Barbie with Down syndrome will give children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with more inclusive dolls This doll is breaking barriers by creating the first fashion doll with Down syndrome allowing more children to project their future through fashion doll play and imagine what is possible The 64-year-old doll brand says it consulted with medical professionals to get details like the doll's frame more accurately Even the doll's jewelry has special meaning Three chevrons on Barbie's necklace is a symbol known as the lucky few It represents the 21st chromosome which is the genetic marker of a person with Down syndrome And we're dedicated to combating social stigma and enabling all children to see themselves in Barbie as well as have a Barbie that reflects the world around them I love it British model Ellie Goldstein says the new Barbie is like her 那保守派对于这个其实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的 最喜欢看一个节目Steven Crowder 他对于这个东西是说很不好的 你看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巴比娃娃公司你干嘛要把东西做丑 因为巴比娃娃这间公司 它是出来一个这个崭新的产品的时候 别人就开始骂这间公司 因为巴比娃娃是非常觉醒的一个公司 那这次出唐世正的娃娃呢 很多人就说巴比娃娃这间公司 就是出来讨好所谓的受害者 然后又出来一个加个什么联盟之类 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刻意的把娃娃作丑 这间公司实在是越来越觉醒了 那我必须承认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 因为我看到那个标语就是 Inclusive Barbie doll 包容的巴比娃娃 我现在看到什么多元啊 觉醒啊包容啊平等啊 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反感的 因为这是一个觉醒的文化 因为我99.9%的几率 这些公司都是在做一些很愚蠢 然后跟左派低头的公司 然后很有可能是什么非二元性别的巴比娃娃 或是变性元的巴比娃娃之类的 因为现在很糟糕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看到多元 觉醒 包容 还有平等 常常第一个联想到都是很坏的事情 或者是你对这间公司已经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了 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公司好像他就是一路走下坡 他就干不出来什么好事的感觉 然后尤其是他如果要是在外面再加一个什么inclusive 你就会觉得说这些词已经变成一个贬义的词 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这是一个这个唐世证的巴比娃娃 这个才是真正的多元 唐世证绝对应该是我们应该要包容的 而且我们应该要尊重唐世证的人 因为得唐世证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是最常被打压的 而且使用是最可怕最邪恶最暴力的 甚至是屠杀的一群人 那么唐世证的孩子呢 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大家又是有过怀孕的经历 你就会知道其实有一个去医院 有一个必须要检查的项目 对不对 或者是医生会给你提这个建议 说你要不要做就是羊水穿刺嘛 对吧 羊水穿刺是干什么的 就是测说你的 最主要就是测你的小孩是不是健康的 然后然后什么是不是有唐世证的 如果有唐世证的话 他是可以测出来 然后他可以医生就会一直问你就 你有要这个小宝宝吗 他是唐世证down syndrome 然后怎样怎样 他基本上就是会说服你去把这个小孩拿掉 就是他会要告诉你说 这个很危险 你要知道你生下来代表什么 你只有一辈子可能都被这个小孩捆绑 等等等等 或者是我也看过很多一些我的朋友 他们在怀孕的时候就很担心 好像是到了一个 怀孕到了一个阶段才会去做这个东西 就可能不是说在一开始初期就会有账 所以他们好像每一个就这种怀孕的妈妈 都很担心 就很害怕 就没有把那个睡觉心神不宁 就是一定要这个唐世证的这个东西 过了之后确定说我小孩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他们接下来的时间才会比较放心一点 就是因为唐世证的这个东西过了 那么唐世证的孩子呢 被堕胎的这个统计概率 大概是在一万个这个例子里面 如果要是被查出来 说这个孩子有唐世证 是有四千多个选择生下来 两百多个自然死亡 还有五千多个 父母是选择说我就是不要这个孩子 所以这个概率是超过一半以上的 就是他们会选择说 我把这个小孩给杀死 那这个娃娃的出现呢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它跟LGBTQ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这个娃娃的出现呢 是提醒我们说 这些人虽然他们生了病 但是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而且生病并不是他们自己能够选择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生病其实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唐世证的人绝对是我们应该要包容的人 那唐世证的宝宝也是应该要有身为人的尊容 OK 这个巴比娃娃出来的娃娃 其实是在支持生命的 而且我们应该鼓励这个决策 支持这个样的事情跟这样的方向 但是你说巴比娃娃这间公司是好的吗 那除了唐世证的娃娃之外 他们也是跟你刚说一样 就是有支持很多什么LGBTQ这些变性人的娃娃 然后每次那个采宝期 他们基本上是第一个出来 就是挥着左派旗帜的一个公司 他们没有对一个价值观 到底有什么真正的理解 或者什么 我就是希望我的娃娃卖的好 我不管你是LGBTQ的人 你是变性人 你是同性恋 或者你哪怕支持给儿童变性 我都不管你 我只是希望你们这些人可以买我的娃娃 因为你觉得说 这个娃娃跟我一样 所以他就会消费 他会去买 那包括像唐世证 那现在发现很多唐世证的儿童 他说那我做了之后 那或许唐世证的家长就会说 他就跟我宝宝一样 那我会买这个娃娃给他们 所以他们其实 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还是什么是错的 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现在社会里面 就是我们看到一切问题发生更远 就是人没有办法知道 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或许他们的心都觉得很好 就是我觉得 那变性人是吧 很棒啊 他很有勇气啊 你看一个男人变女人 这多大的勇气 是不是 大佬爷们买脸长胡子 还穿个裙子 哗个装就出来 这很有勇气的事情啊 对不对 那你说这样的人 我是不是要支持他一下 那我说你很有勇气 他们不知道勇气是什么 他们也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坏事 就是我支持他 这事怎么就变成一个坏事了呢 这个是我觉得 世界上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明白的 如何判断一个事情 是否好的 还是否是否坏的 圣经给我们很多的教导 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 什么样的东西是坏的 哪怕 圣经你都没有读过 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 就是你如何判断一个事情 是否是好的 还是否是坏的 就是你可以从他的果子看出来 什么 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他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你根据这个结果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事 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吧 马拉夫人七章十七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样凡好数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数结坏果子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带到我们 现在说什么这个包容啊 或者是多元这个里面 就是说一个是 我们是否接受 我们被创造的现实 这个呢 是现在有两方面的东西嘛 一个就是真正在倡导 真正的包容 就是我们是不是不应该 遗弃或者是嫌弃 任何身体有残缺的人 我们是不是应该 要爱所有的人 不管是说糖尸症的小孩 或者是我们看到 很多小孩生各种各样的疾病 对吧 包括我们有的时候 走在街上 也会看到有残疾的人 我们是不是要爱他们 我们当然要爱他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他们也是天赋最美好的创造 我们当然用神爱我们的眼光 一样去爱他们 而且我们要帮助他们 成为他们更好的自己 那当你真正有这样的包容 你真正有从神来的眼光 可以去爱他们的时候 我们社会上的堕胎率 好遗弃率一定会减少很多的 对吧 那之前曾经也有个观众 在我们频道下面留言 就之前我们讲说堕胎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发现 怀孕的孩子 这个孩子就有残疾 或者怎么怎么样 那你是否要堕胎 还是不要堕胎 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有人就在我们 频道下面留言 就说你们说的挺好听的 那他也是基督徒了 我说你们说的挺好听的 那如果这个事 真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要是被强奸了 或者你怀孕的小孩 就是这样子 你是否选择顺服主 那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 很现实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事 真到了基督徒的身上 你是否要顺服主 还是说你决定说 为了我以后人生 比较方便 比较轻松 所以我决定 我要去把它杀掉 那杀掉之后 我再悔改 就是神那 你就把我的小孩 是把他接到你那里 你就原谅我 认罪悔改 等等等等的 我希望 我们在这里做节目 不是只是讲讲而已 我也希望所有的基督徒 能够真的遵守 神给我们的诫命 能够真正的爱神 赐给我们的神物 所以我希望 在基督徒的世界里面 这些事情 当然不是说说而已 你是否真正拿神的话语 当做你生活的标准 如果是的话 那堕胎跟仪器 这种事情 在基督徒群体里面 不会发生 而且不能接受 为什么说 这个多边包容 你放到唐氏证 孩子的身上 这就是对的 但是你放到LGBQ 身上就不对呢 为什么 因为你想LGBQ 这个东西 它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它带下来太多坏的结果了 哪有一个好的结果 你算来算去都没有 对吧 要不然那个 让人变同性恋 然后人变同性恋之后 艾滋病就疯狂的传播 然后疯狂的传播之后 还有什么猴豆 各种性命都疯狂传播 对吧 然后再一个 还会导致什么呀 还会导致 没有办法生育吧 男的都去找男的 女的都去找女的 你在这么接着 现在地球上 人不是都没了吗 你那都搞不好 我们都最后一代了 对不对 所以你算是 没有任何一个好的结果 那包括像变性 那就是更给人 带来更多方面的问题 对吧 就是你让他们把一个 本来就是有心理疾病的小孩 你不让他去接受 心理方面的治疗 你不让他去信主 你不给他传批言 反而你跟他说 你要把你身上 健康的气光给切掉 那你说切掉之后 给他带来永恒的伤害 很多人年纪轻轻的 就算切完了 就算变远性了 他还是没有办法 得到心理上面医治 还是到最后怎么样 就自杀 就死掉了 所以你说看这些东西 没有一个带下来 一个好的结果 这个怎么能是一个好事呢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要让人 来通过伤害自己 来达到心理上 暂时的满足 所以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非常邪恶的 非常坏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来判断 就是说 多元到底在讲什么 包容到底在讲什么 放到哪一个群体上面 或者哪一些事情上面 这个到底是对的 还是错的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说 左派要明白的 包括像保守派来讲 或者是像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更是要 谦卑的在神面前求问 就是说 哪些东西是好的 我们是应该支持的 哪些东西是不好的 我们是不应该提倡 不应该做的 甚至我们要 非常大声的 急呼 告诉他们说 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后面的结果 非常非常的危险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可以再跟我们下面留言 来讨论讨论 就是说 你一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冲击你大脑的 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是说 哎呀好兴奋 就哇 他们干了一件好事 还是你说 哎哎好生气 他们又往什么多元 那边又走了一步 他们又往觉醒方面 又走了一步 所以你仔细想一想之后 你又觉得说 哎这个事到底怎么样呢 都欢迎大家在下面 跟我们留言 一起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里莎 我是弗里莎 我是依赛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